一个原本故障的电梯 却在大半夜里显示人数超载 女人连忙拉响警报通知众人 但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个丧失保安赫然出现 不等女人反应过来 保安就准备卸掉她的脑袋 好在关键时刻 毕书带着刀及时赶到 可手臂受伤的她 又哪里是怪物的对手 仅仅是一个账目 武士刀就被断成两截 左臂更是被怪物当场砍断 眼看保安即将席向众人 义书当机立断 弯腰捡起折断的武士刀 接着一把捅进怪物心脏 强行将它拖进了电梯 而双方在打斗中 义书偶然打爆了割草机的油箱 看着同伴手里的燃烧品 他似乎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决定 尽管所有人都不忍心 但这是他们最后活下去的机会 为了保护更多的幸存者 晒哥只能强忍悲痛 丢出了手里的燃烧品 随着电梯被火焰逐渐吞噬 一代宗师就此陨落 而那个沉默可靠的剑客 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众人将义书葬在了公寓后院 而义书不幸地遭遇 同时让众人意识到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他们仅靠防守根本无法生存 如果不想办法逃生 最终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 好在此时队伍中的老爹 提出了一个不错的建议 由于这座大楼早年间 被军队占位了居住地 因此他怀疑公寓的地下 藏着军队留下的秘密通道 只要能顺利找出来 那他们在面对怪物袭击时 至少能有充足的后退准备 然而还没等众人找出地堡 却发现不远处的一辆装甲车 正向着公寓的大楼直逼而来 魏杰以为是救援的军队 可老爹却凭借经验告诉他 在这乱世之下 最不该相信的就是军人 果然 装甲车很快就冲破了防守 但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讨伐幸存的人类 而是想要打开一个密码箱 这东西原本是军方的秘密资料 可不幸在运送途中 被一伙强盗洗劫一空 连同装甲车和装备 全部落到了对方手里 而唯一活下来的逃兵 偶然跑进了魏杰所在的公寓 领头的刀疤男得知消息后 也是二话不说冲到了这里 随后直接砍断逃兵的手指 想利用指纹打开箱子 然而随着解锁失败 逃兵直接被当场毙命 箱子也被手下转移走了 虽然不知道箱子装着什么 但从这保护程度来看 里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魏杰趁着对方不注意 偷偷将箱子拿走藏了起来 可虽说它是安全了 但公寓其他幸存者可就遭殃了 因为这末日之下 比怪物更恐怖的则是人心 而作为统治者的刀疤男 又怎么会容忍别的幸存者狗活